2001年的时候,在北京市朝阳区的太阳宫发生过一起命案 当时警方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但是由于当年的技术条件有限 犯罪嫌疑人逃出了北京之后就销声匿迹了 而且这一跑就是15年 节目叫我知名遣套了15年之久的犯罪嫌疑人终于被警方抓获 北京市朝阳区太阳宫地区的土角楼是一处平房区 多年来,这里居住的都是外来务工人员 2001年4月18日,这里发生了一起杀人案 曾经轰动一时 这房子就是当时的那个案发现场 这个当时这个房屋结构是还不这样的 上面没有这个顶棚,这棚子是厚大的 这是露天的一个院,外边外墙就这样 然后这门也是这样 里边呢是四间出租房 看这个男的倒地了,靠在墙上不动了 这个人身上扎了大约20刀 死者刘某30多岁,被发现时身中20多刀 由于失去过多,已经当场身亡 经法医鉴定,刘某的死亡时间是在凌晨2点多 房东张大爷今年60岁,从小就住在这里 案发后,经过他辨认 死者刘某并不是租住在院里的房客 那么刘某为何会在大半夜里出现在这处平房里 并且蹊跷地死亡呢 警方同时发现,原本租住在平房院里的男子 程学泉,以及另外三名女子 也都不见了踪影 程学泉,男,案发时34岁 黑龙江省安大事,警方经过走访调查后认定 程学泉是一个卖淫团伙的头目 和另外三名卖淫女子住在这个平房院里 前人所案的时候啊,他就住在这间 这一门右手第二间这个房 然后这个当时他回到家以后呢 他听见躺在躺在床上 是没想睡睡觉 听见这个院里边就所谓这块 有这个男的跟女的这个吵架的声音 发生纠纷的声音 后来他就起来了 起来以后呢 出来就看见一个男的跟一女的正在撕打 这个他过去,这个去拦,去拉架 案发当天,死者刘某和卖淫女 因为嫖子产生了纠纷 随后打了起来 听到动静后 程学泉拿刀将刘某扎死后潜逃 15年来 这起杀人再逃案件的经办民警 已经更换了好起砍儿 2016年 案件的卷宗转到了赵一平的手里 咱们这么多年以来啊 十数年以来 这个先生咱始终没放下 基本是每年都要对他开展几次工作 我们这还是从基础工作做起 向那个原机摸牌 然后关系人访问 赵一平判断 案件已经过去了15年之久 程学泉应该已经放松了警惕 他一定会和自己的家人取得联系 2016年4月25日 远赴程学泉黑龙江老家的侦察员 传来消息 程学泉此刻正在吉林省长春市 远郊的一处农场打工 2016年4月28日 侦察员赶赴吉林长春 将程学泉抓获 你已经这个触犯中华人民共同国刑法 知道吗 涉嫌故意杀人罪 根据中华人民共同国刑诉法第八十条规定 先将你刑事拘留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程学泉今年49岁 据他交代 15年前案发之后 他立刻逃离了北京 多年来辗转东北三省 从来不坐火车飞机 也从来不去宾馆网吧 每天都在惶恐中度日 你知道公安局为什么抓你吗 一个男人打一个女的 我赶上了 我把他要钱在营院里碰住了 把我去全家 他打我一下 我给我打鸡了 我拿刀扎他了 扎了大概多少刀 只有20多刀吧 目前犯罪前一人程学泉 因故意杀人 已被朝阳警方刑事拘留 毒犯协毒 驾车闯抢 情侣贩卖大麻 已犯养息被拘 12点18分 法制进行时正在为您直播 有这么一份工作 只要跟着物流公司的大货车跑长途 不需要装货卸货干体力活 也不用开车 只要在货物运输过程当中 确保数量无误 记好账 在实习期就能挣到5000块钱 而且还给上五险一斤 这么好的招聘 启示是哪家公司发的呢 我告诉您 是骗子发的 2016年5月10日下午3点 民警正通过一个小本上记录的电话 联系被骗的市主 几乎每天都有人上当 这些市主少则被骗100人 多则上千元 小徐和小张都是被骗的求职者 他俩是老乡 这是他人 他们高中毕业后 第一次外出武功 两个人在招聘网站上看到信息 说是物流公司招聘跟单元 只要负责跟车记记账 实习期月薪就有5000元 而且公司负责上五险一斤 在我们在欧伦国货场赚了一圈 他们说的 这就是以后我们上帮的地方 我们感觉还行 两个人交了2400元的伙食费后 却被安排到了昌平的一家保安公司 由于被骗事主较多 案件被上报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便衣总队 经过一个月的侦查 民警确定了嫌疑人 赞助在大兴区的西红门附近 上午10点 两名嫌疑人驾驶一辆黑色SUV 离开了赞助地 便移民警 取车跟在后面 往上来一口 他们看着说就接 咱一会儿想看看有没有侍主 是吧 对 分析他这点出去 应该是去接侍主 他来后北京 我们是看外交 不能再把侍主 搁在后北京 下面就说黄衣服 十分钟后 两名嫌疑人驾车 带着侍主来到新发地附近的一个物流站 眼见一名嫌疑人带着侍主下了车 民警决定趁机实施抓捕 随后 驾车的嫌疑人 也被民警抓获 在车内 民警发现了他们诈骗所用的合同 还有公司的印章 李某今年44岁 辽宁人 他就是这个诈骗团伙的主犯 他承认 所谓的物流公司根本不存在 同伙带着侍主去看的货场 也不是他的 他们只是发布虚假的招聘信息 骗取应聘者的各种废人 在李某家中起货的账本上 记录了从二月底至今的诈骗记录 几乎每天都有市主上当 李某说 这还不是全部 为了偷存私房钱 有的市主 他诈骗后并没有记录 李某说 目前三名犯罪嫌人 因涉嫌诈骗 被丰台警方刑事拘留 如果您遭遇了类似的骗局 请您与杨桥派出所取得联系 联系电话 6721 4739 联系人 郑警官 从2008年开始 北京就禁止使用超薄的塑料袋了 为的就是防止视觉污染和环境污染 可是一直到现在 仍然有不少商贩 在使用着这种超薄塑料袋包裹食物 而且还批发零售这种不合规的塑料袋 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5月11日上午 石井山工商执法队的队员 来到石井山区爱马域购物广场 进行突击检查 在一家商户内 执法队员发现 摆放着大量的超薄塑料袋进行贩卖 不单是超薄塑料袋 咱们相关的法规还规定 咱们在塑料袋上 所谓的超薄塑料袋 是指厚度少于0.025毫米的塑料袋 这些塑料袋 因为降解周期极长 处理困难 自2008年6月1日起 被国家禁止使用和生产 这个呢 叫第一单的国家标准 0.025毫米 0.15毫米 1.15毫米 1个多少钱 经过检测 经过检测 这里销出的大部分塑料袋 都是不符合国家标准的 随后 执法队员来到商户的库房 继续进行检查 经过检测 库房内存放的塑料袋 同样存在问题 当场执法队员对这些超薄塑料袋进行了暂扣 一个是容易造成咱们环境的污染 因为一次性使用 使一次就坏了 如果说厚度达到一定0.025以上 那么咱们可以循环使用 这样呢 对咱们生产环境保护呢 可以起到一个积极的责任 据执法人员接受 购买这种超薄塑料袋的 大多是一些商贩 表面上看 用这种塑料袋给客人装货物 既廉价又方便 可实际上 这种超薄塑料袋 不仅因为无法循环利用 会造成环境污染 同时 如果用它装热的食物 还会给人的身体健康 带来危害 当天 执法队员供查获违规销售 使用不合格超薄塑料袋 4万元 并对辖区9个集贸市场的 11种样品 进行了抽样送解 呼吁咱们全社会 减少这种塑料购物袋的使用 尤其是这种杜绝 这种超薄塑料袋的使用 让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保护好我们的生态环境 保护好我们共同的家园 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商家 在使用或者贩卖这种超薄的塑料袋 您可以直接向工商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是12315 我们再来说一说燃气安全 燃气安全一直是各执法部门 检查餐饮企业的重点 因为燃气方面稍有差池 引发的危害就会难以忽略 前不久 海淀城管西三旗执法队 联合街道办事处 安监和燃气公司 对辖区内的燃气使用单位 进行检查 首先他们来到了龙岗路的红运楼烤鸭店 经过检查 根据北京市燃气管理条例的规定 燃气使用单位 存在燃气表阀门设施间堆放杂物 及易燃物 燃气设施间不符合要求 或未设立单独设施间的 执法部门将给予警告 责令改正 并可处以500元以上 5000元以下罚款 离开红运楼烤鸭店 执法人员又来到了 永泰庄路口西南侧的 全金城洗浴进行检查 在全金城工作人员的带领下 执法人员来到位于楼顶的燃气间 通工设备应该是 哦 这是没转 没转 咱们这为什么没有没有转 有 前两天它有 前两天有人现在没了 对 咱们说现在 别放前两天 咱说现在 有没有 也有信 应该随时都有 是拿走您检了吗 我刚刚我五一回休假刚回来 我休了十来天 为了证明有灭火器 工作人员还拿出了几个 可是 这些灭火器 却同样存在问题 已经到黄线了 这道黄线意味 一家里不出了 应该在这个绿的区域最好 这个灭火器 很多都不合格 它这个都是刚检完的呀 你看你那个 那个连标都没有 这是一五年检测的 你这一五年检测的 现在你这个 现在你这个标来演的话 现在已经到黄线了 这黄线呢 对 这个袖索的情况非常严重 你看这个连标识都没有 这个 就在检查的过程中 安检局的执法人员 还发现了一处严重的安全隐患 就没啥的煤气罐 公斤的 就没啥的 我看到了 什么东西啊 煤气罐 这个燃气表间旁边 在里边放了一个煤气罐是吗 不是 没啥 不可能有煤气罐 不可能有煤气 它应该是他们做防水的 什么东西 但是您这个房子都给盖里边了 不是 他们做防水 可能是以前做防水的时候 把他们的工具给丢掉了 这是什么时候做的 什么时候盖的 这个防水是 应该是去年冬天做的 但是您这罐在里边 最好待一年了 在燃气表间的隔断墙里 竟然镶嵌了一个 五公斤的煤气罐 一旦发生爆燃 后果不堪设想 执法人员要求全金城洗浴 立刻取出煤气罐 进行整改 并接受相应的调查和处罚 千万别光顾着赚钱 忽视了安全 街面上的拆墙打动行为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可当您身临其境就会发现 这种违法行为 不仅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 而且会给周围居民 带来不小的困扰 有没有影响 超死我了 你看我 我这三墙 他们砸了不定多少次 谁来了砸 就想把这个楼给拆了 没别呢 每当说到邻居拆墙打动 住在朝阳区水锥子东路的太大麻 都会怨声载道 今年三月 记者跟随城管队员 来到这里进行查处 当时 城管队员要求住户自行拆除 并恢复原貌 如今 时隔两个多月 执法人员再次来到这里 拆墙打动 顾名思义 就是将楼梯的承重墙拆掉 安上门后 对外出租经营 但是这种做法 对于老旧居民楼来说 却是隐患重重 他的正门应该是在这 单间门应该在这 他等于现在 把窗户改成了门 完了之后进行出租 这位住户为了赚钱 将楼梯的承重墙拆除后 对外出租 此时 面对执法队员 他并没有认识到 自己的行为 已经违法 太大妈 今年已经八十多岁 现在一个人住在这里 原本女儿带着外孙女 住在这间卧室 但是由于这间房临街 又受到拆墙打动 商户的噪音干扰 导致无法正常休息 所以女儿一家 只好搬走 团结湖城管执法队 联合街道办事处 食药监等部门 对这里的拆墙打动行为 进行了整治 协助居民 将被拆的墙体恢复 在行动中 执法队员发现 这家山西面馆 不仅是拆墙打动改造的 而且还外接烟筒 排放油烟 楼上的居民 经常被呛得直咳嗽 你说家里三口的人吃饭 和这个天天 就是来好几十人吃饭 他这个油烟 他肯定他达不到 这个排放要求 在面馆狭小的操作间里 到处都是油渍无垢 现场也没有任何消毒设备 虽然店里的餐桌 看起来整洁明亮 但是顾客恐怕很难想象 这里的厚厨却肮脏不堪 当天城管队员 共整治了22家 开墙打动的商户 下一步 他们将继续加大检查力度 杜绝这类违法行为 12点36分 法治进行室继续为您直播 隔着一道防盗门 吸毒人员在屋里 吸毒民警在屋外 每当遇到这样的情况 吸毒民警都会想尽一切办法 第一时间冲进屋里 控制住吸毒人员 起货吸毒工具 可有些不法分子面对执法 总是抱有侥幸心理 他们以为 把吸毒工具销毁了 就能逃避警方打击 开门警察 不开门撬了 2016年5月5日 晚上8点 极毒民警来到了西四环的一处居民小区 经过群众举报 在这个小区六层的一个房间内 有人聚众吸毒 可屋里的人聚不开门 极毒民警只好找来了开随公司 在三十一厅的房子内 极毒民警 共抓获了十名吸毒人员 他们都吸食了冰毒 同时 在屋内的垃圾桶里 极毒民警找到了 已经被砸碎的吸毒工具 经过现场询问 其中一名吸毒人员 告诉极毒民警 在西四环外的一处居民楼里 还助了一对夫妇 这个时间 他们应该正在家吸毒 当天晚上11点 极毒民警来到被举报的夫妇家门口 屋里亮灯 基督民警决定 一路守在窗户外面 一路强行破门 谁啊 开门 警察哪边开开 看 爆头 爆头 小爆头 东西放哪儿了赶紧的 哪儿有洞 怎么 我说什么东西啊 冰湖呢 吸毒吗 都没放点了 赶紧通过这儿 没有 面对极毒民警 这对夫妇一直强调 自己已经戒掉了 家里没有冰毒 但是他们没想到 通过窗户扔出的吸毒工具 正好被守在外围的极毒民警捡到了 别人的民警一敲 先人把这个冰湖冻出来了 给扔过来 在这儿起后的这个冰湖 还有一个溜冰的那个锅里锅 安慰了 毁灭这个钻工具 这是他吸毒的工具 非常快是吧 对 看着基督民警 把自己扔出的吸毒工具又拎了回来 这对夫妇 不得不交代了自己的吸毒行为 东西了 我给你 在哪儿了 我干啥 这是臭牙子 我给你 你自己玩的 我给你拿 这是什么东西 你不是以前抽吗 现在不是也抽着了吗 干嘛扔过来 我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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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大了 晚上玩的 但是为什么不开门想把活扔了 什么也没想 就是本能反应 能可能是 直接开门就铁门对我 没干啥 我媳妇一害怕就把那糊撇了 我说你别别没有用 为什么接不着了一直 看不着也反正也不行 就是有时候喝完酒 谁一提到完就有点像 还是毒友之间消购作用的 对 当天 集毒民警 共抓获了12名吸毒人员 其中张维黄宝森二人 因涉嫌溶流他人吸毒 已被警方刑事拘留 其他10人因吸毒 均被治安拘留 销毁了吸毒工具 残留在体内的神经毒素 依然存在 这种掩耳盗铃的方式 只能是自欺欺人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公安检查站 检查站的民警 负责对每一辆进行车辆 进行严格的检查 前不久的一天上午 一个公安检查站的民警 正在对一辆车力行检查的时候 这辆车突然加速 公安检查 为什么呢 因为车上 藏有大量的毒品 2016年5月10号 上午9点 在房山流利河检查站 一辆公交车 正在接受 站内民警的检查 在旁边的车道内 一辆黑色轿车 突然冲出车队 驶向公交车所在的车道 企图强行闯下 正在这时 另一辆轿车紧追过来 撞向那辆黑色轿车 驾驶黑色轿车的司机姓 是警方正在缉拿的一名毒贩 在他的车上 民警发现了藏在纸箱内的冰毒 足有一公斤 房山公安分局流利河检查站 位于京深公路出京45公里处 始建于1983年 每天从这里进京的车辆 三万余辆 作为从西南方向 进入市区的唯一关口 检查站的28位民警 每天不仅要24小时值守 对过往的车辆进行检查 同时还要随时处置各种突发事件 这是咱是接一任务是吗 今天接到市局的指示 是说可能有毒贩要从那走 5月10号清晨 检查站接到市局线索 当天会有一名嫌疑人驾车携带大量毒品进京 为了将毒贩截获 民警提前进行了部署 接到市局的这个线索来源以后 我们呢按照警力加倍的原则 调配这个支援警力 到我那位 确保这个嫌疑车 经过咱们检查站的时候 确保拦截在京门之外 上午9点40分 嫌疑车辆出现了 只见司机一会加速 一会减速 不停的进行试探 民警立刻身着便衣 驾驶私家车 一前一后的 将嫌疑车夹在了中间 他不出出证件 也不接着他 然后驾驶车辆 从这个方向就要穿卡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车 进行一个拦截 看到民警上前检查 嫌疑人突然加速变道 企图闯墙 结果被便衣民警驾车 团团为主 当场嫌货 这次我们企图应急机制 将毒贩拦截在咱们京门之外 这块呢 从以后的工作来边 我们呢还会 从这个确保首都安全的角度 不让这一个可疑人 一辆可疑车 一件可疑物品 进入北京 守卫好首都的西南大门 自今年4月20日至5月10日 全市公安检查站 共检查各类车辆137万余辆 人员216.2万余人 查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177人 目前胡某因涉嫌运输毒品 被警方刑事拘留 2016年5月11日晚上 朝阳公安分局禁毒支队 接到朝阳群中的举报 捣毁了一个吸毒窝点 然后民警顺头摸瓜 在北三环一家商场附近 将一名年轻的女毒贩抓获了 2016年5月11日凌晨1点 在北三环某商场附近 侦察员正在苦苦等候一名毒贩的出现 五分钟后 一名年轻女子进入了侦察员的视线 在这名女子身上 侦察员起货了毒资1300元 和三克大麻 住哪儿啊 跟谁一块住啊 男朋友 经讯问 这名女孩姓苗 今年19岁 她和男友就租住在商场附近的某小区里 那边打电话打扫了 你的手机密码多少 凌晨2点多 一个相同的电话号码 连续拨打了三遍苗某的手机 侦察员判断 对方很可能是苗某的男朋友 这时一名可疑男子出现在了苗某租住的小区门口 叫什么 说 我们多大了 九零呢 听我说啊 我们北京公安局长安分局禁毒的 听明白了吧 你 因来火龙杂然 涉嫌犯毒 王某就是苗某的男友 王某说 女友苗某出去给人送毒品 半个多小时了还没回来 她担心苗某出现意外 赶紧下楼来寻找苗某 这咱有什么 不不了 这是他们 他娘得给你带忙去 这不也是吗 这有不不了 不我弄不不不了 在苗某的赞助地 民警又起货了27克大路 随后 苗某王某被民警带回了大腿派出所 洗了多久了 那时间挺少的 在英国的时候 之前那个在英国干什么呢 小学 苗某打扮得很时尚 头发染得花花绿绿 左小腿上还纹了一个娃娃的图案 据苗某说 两年前她在英国留学时沾染上了毒品 回国后不但已饭养息 还把男友也拉下了水 王某说 他是一家音乐培训机构的负责人 他和苗某是在路上偶遇时一见钟情 当时王某觉得苗某时尚漂亮 后来两个人开始交往 可是他万万没想到 苗某是个隐君子 吃过之后什么感觉 头疼 然后又睡了 王某说 有一次他痛疯犯了 苗某说大麻可以止痛 就带着王某吸食了大麻 从那以后 王某便迷恋上了毒品 无法自拔 大麻 我不知道 因为我玩音乐 大家有时候都提问 说偶尔占 王某说 开始只是自己吸食 后来吸食的花费越来越大 两人就干起了已饭养息的勾当 目前苗某和王某因涉嫌贩毒 已被朝阳警方刑事拘留 我们的节目曾经多次报道过 拆除违法建设的新闻 每次拆除违建 都是房主不开心 周围的居民拍手称快 其实从长远利益来看 无论是对搭建违法建设的房主 还是对周围的居民百姓 拆除违法建设 排除隐患 都是有利于公共安全的 前不久一处阳光房 就进入了强制拆除的程序 前不久 东城城管龙潭执法队的城管队员和民警 来到一户居民家 尽管隔着门都能听见里边有人说话 可对方就是不开门 十几分钟后 物业人员打开了一个通道 带着民警和城管队员上到了楼顶 原来在二十多层的居民楼顶上 一群工人正在搭建违法建筑 雇佣这个建筑队的房主本来要装修自家的房子 可是看到窗外的风景不错 所以想搭建一个阳光房 他家的位置不合适 于是便在别人家的房顶上大动干戈 据城管队员介绍 他们大约一周前接到居民举报 说有人在楼顶准备盖房 经过多次沟通 这位房主还是不停劝阻 于是城管队员跟民警联合执法 决定对这处违法建筑进行拆除 其实在楼顶搭建违法建筑不仅破坏环境 而且房主本人也可能发生危险 在崇门的都市新园一栋居民楼的楼顶上 有人也盖起了违法建筑 要想上到这里就像登华山一样险峻 你上去下碗面有原始照片 你慢着你脱着 眼前这个不足半米宽的铁台阶 就是登上楼顶违法建筑的必经之路 稍有不慎就可能摔得粉身碎骨 在这栋楼的楼顶上 房主刚刚盖成了80多平米的房间 他本想扩大居住面积 没想到还没住进去 就被城管队员依法拆除 该楼顶的这个外建设 所谓新生的清体式外建设 由于房主以装修为名义 金料 在周六日休息时候 等于是进行的楼建设 在两天之内 起了现在目前为止 86平米的一个建筑物 其实 这种居民搭建的房屋 质量根本没有保障 而且它盖在高层楼顶 更容易发生危险 城管队员表示 他们接到关于违法建筑的举报 查识后 不管是建好的还是再见的 都会在第一时间进行拆除 如果大家发现有人丝搭乱建 可以拨打96310城管热线 进行举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